不要漏 趴下 远警对空鸣两枪 要窃贼束手就擒 一名嫌犯立即趴下 另一名继续逃跑 不要趴下 趴下 快点 二十五号上午 花莲寿风乡两名窃贼翻墙 进入前观光学院校区 窃取电缆线 保全发现后立即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 在高压配电室发现窃贼 不要漏 趴下 两名窃贼看到远警 一路逃跑到马路上 远警紧追在后对空鸣枪 穿着红色衣服的灵性窃贼 随即停在原地 高举双手慢慢趴下 而另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嫌犯 则是投也不回地继续逃跑 破坏配电式电缆线 过程中被保全发现报警 全男一刑绑窃盗罪血迷送 并持续追据共犯刀案 警方在现场查扣 嫌犯骑程的机车犯罪工具 以及电缆线五十四公斤 并锁定另一名窃贼身份 全力追捕 记得刘起焦 王一德 花联报导